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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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說我們的有馬轉 字幕- 我剛才說有馬轉 我經常覺得好像某一套劇 我想起了 好像龍馬轉的名字 字幕- 好像是 字幕- 龍馬轉就變成有馬轉 字幕- 是吧 字幕- 我真的覺得那套劇 我真的覺得夏羅古反而少說了 只要說他的精神多一些 字幕- 但我想問一下原版是不是 字幕- 是不是說夏羅古是很重氣憤 字幕- 基本上在舊版是很重氣憤 字幕- 因為太舊了 字幕- 因為我看到之後 字幕- 會分出一些資料 字幕- 太舊的夏羅古就找不到 字幕- 我看了一套叫做無限的旅程 字幕- 還有一個叫做白龍根架子 字幕- 它整套劇都很有正義的感覺 字幕- 夏羅古 字幕- 即是那時候地球其實是沒事的 字幕- 即是它在那套劇表達了 字幕- 它的地球只得老人 字幕- 還有一些殘兵 字幕- 只不過是很... 字幕- 即是像是農村的感覺 字幕- 這樣說回來 字幕- 像是農村的感覺 字幕- 但是夏羅古就不停... 字幕- 它也沒有回到地球的 字幕- 基本上夏羅古整套劇都... 字幕- 它不過地球只不過是一種象徵的意義 字幕- 地球是一種... 字幕- 即是自由的象徵 字幕- 是的 拿回來 字幕- 將我自由的象徵拿回來 字幕- 是的 它基本上是講一個正義 字幕- 和自己的理念 字幕- 嗯... 字幕- 而且其實看起來不多人的 字幕- 是的 你來看一下你什麼 字幕- 它不通路板 yen白傢伙 字幕- 還有一個很矮的... 字幕- 吉泄羅很矮的带著精靈帽 字幕- 即是很傳統也是 字幕- 重滿寧士那些... 字幕- 是的 是的 字幕- 不之像是... 字幕- 歲數應該有三十多的 字幕- 是不是又胖又矮那種 字幕- 니다啦 沒錯啦 字幕- 因為我感覺上 字幕- 松滿叔這齋歌是一個很嬴的男主角 字幕- 然後旁邊有一個很胖又矮的一些性的 字幕- 還有一架很奇怪的 就是我們申辦的鳥都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中二病的處局 烏鴨人說 烏鴨人說 怪鳥 烏鴨 樣子比較壞 而且這女孩真的很漂亮 整個千年內旺 但這女孩反而不是說地球 而是說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她叫阿拉茲拉 沒有記錯的名字 她說宇宙的中心就是天神住的地方 這個就是你看外傳 不是外傳 剛才你說的兩套故事 但那兩套故事的時間 其實是不是很久了 原本就是她是玩阿拉茲拉的 對 因為她說阿拉茲拉 形成了整個宇宙的中心 她幾次 你回看她的理論 舊版是幾次 宇宙開闢的理論 即是宇宙大巴掌時代 類似 那其實是One Piece的故事 其實她也是玩這個One Piece的故事 他們是到了 其實他們是 那個戒指 舊版我不知道的戒指 有說是到了 看到天神 就是一個圓在One Piece 是不是宇宙的One Piece 但是她的天神是一個 類似腐敗的政府 哦 腐敗政府 她最終的就是 宇宙都是大家的 不是屬於你的 所以就是自由的象徵 你看回新舊版 其實她有 其實關不關 我自己這麼猜的 會不會重本寧時 似到戰後 戰後日本就是 被人家的美國 都入到國家 都佔領了 接近分裂的 就有那個感覺 覺得好像被人佔領 要有自由 要有自己的 話事權 那樣 應該有些關係 嗯 呃 小小 但是她的 新舊版就不同 舊版是 豁達了自由 而新版 你看回整部戲 是像 講一講毛 毛 對 我又覺得新版自由 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因為有馬 剛剛上到那隻藍道 她們不是四個人上去嗎 三條還是四條 然後一條一條一條 跌下去 一跌下去 錢 然後就自己跌下去 然後我把這個權力 又被人跌下去 然後那個混蛋又差錯 自己跌下去 最後就問一下有馬 你追求她有什麼 自由 然後阿瑩就救了她上來 剛剛看回你的下路 原本地球變成黑色物質 reset 整個版本其實是回歸於毛的狀態 還是包含了兩樣東西 我自己覺得自由的部分 其實沒有衝突 或者應該說兩樣東西 一方面就是要自由 但同時又想把這些回歸於毛 當然剛才你說的 有馬叫自由這一音樂 我相信 她在那一套叫就不用死 在某些國家 大聲地叫自由 死了十條命 不是的 大家想起 如果她說英文 就叫Feed Freedom 其實說一下角色 夏羅菇在這套戲裡面 搓到核爆 如果你要拍真人版 除了林鋒之後 就沒有人做到 對呀 跟她配音小律 小律 小律 她本人都是搓到核爆 我算是 配回去 配回去真是對 最好笑的是 每走一步 看斗篷都要 走幾下 你不做效果 也不錯 找小律 他配回去 打一個搓到核爆 他通常發揮的就是 開盡馬力 向前衝 撞到核爆 撞到核爆 可以有物能號 那其實 我又覺得是解釋得通的 因為一來她的藍 是有自我修復的功能 我不是跟你膽膽 鬥撞 而另外就是她所謂的戰術 老老實實 一打一切 戰條春嗎 你打三個無傷的時候 都沒有戰術 都是亂禁 就是無傷的唯一戰術 就是生存下去 其實某程度上 那隻戰艦 唯一的戰術 都是撞過去 那是善用兵器 反正那隻戰艦 就撞不爛了 我記得以前 不知道有哪一套卡片 我真的不想起 好像戰艦的籃頭 都是一把刀 結果也是 戰術整天都撞在別人 我不記得哪一套 但其實也算是善用兵器 不過剛才提過人物 夏羅古作為一個艦長 戰略上就好像有點奇怪 每次都叫艦員 喂 撞過去 不是 我覺得她只是存在這裡 扮刑 她主要都是扮刑 她扮刑之餘 其實這個角色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她作為整隻艦的精神領袖 因為全隻艦的人 其實去追求自由 不要讓她 以會佔命地球 全部人都是跟她同一個信念 才會說上了一隻艦 所以這個角色其實在戰艦裡面 就是一個自由的精神領袖 象徵 象徵 但同時 在蓋瓦議會的眼中 她就是一個最佳的叛亂分子 即是夏羅古在艦那裡的意義 就好像上了神位 負責吃貢品 其實她同時騙了整隻艦的人 其實是 放這個次元震動彈 因為其實放次元震動彈的人 是不知道原來宇宙會reset 還是會有陷加富貴的 其實reset只不過是重組 不算 沒有了 她說明是整個宇宙重組 因為其實她的理論 其實她的理論應該是 其實她摘完次元裂縫之後 應該就會有黑洞 把所有的全部全部都放進去 然後就重新reset過 即是宇宙大爆炸過 又再整個宇宙由零開始過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理論上所有人都會死 另外就除了夏羅古的角色 有愛沖涼的一幕 有幾型 為何突然又洗澡 不是 夏羅古都有洗澡 有啊 夏羅古都有洗澡的 我們參開之後再說 洗澡有幾型 不如我這樣說 我四個血氣方剛的男生 很記得阿瑩洗澡那一幕是OK 但你很深刻印象 記得夏羅古的洗澡那一幕 就有點兒子 可以坐開一點嗎 所以不記得 阿希不記得 都很合情理 很合邏輯 對嗎 沒有答案 剛才說到 洗澡的除了夏羅古 不如我們先不要說另外的洗澡角色 先說魷馬 你都說魷馬轉 魷馬轉 魷馬轉 叫做衝上雲之妖之魷馬轉 那當然要介紹魷馬 魷馬這個角色像一個年輕人 他本身真的 像一個年輕人 因為你看回蛇途 基本上是講自己個人的故事 其實是小子情長的故事 對 但是魷馬他上了船之後 那他一開始就是幫阿哥 想著把夏羅古打倒 之後他跟著一下 一來受到美式的引誘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是重點 二來又發覺 噢噢噢噢噢又多帥 又被夏羅古叫做說服了 修復了 修復了 但是他之後 精靈求修復了 之後他阿哥 不是喔 他應該打招他的嫂子 不是嗎 打招他的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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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外傳和同人本的事 我們就不要有討論 不是 走過just to say hi 那是為什麼 因為他在電影中期有表達 其實他們兩兄弟有喜歡那個女生 對 女生兩個在一起 但最後他沒有碰他的嫂子 因為他喜歡那個嫂子 但其實他嫂子就一直都喜歡伊索馬 他大哥 喜歡油馬哥 油馬哥 因為提到油馬的角色 就是要說一下他 他原本就是一個很喜歡 研究植物的年輕人 就不是假裝年輕人 黑哥主句 我覺得他假裝年輕人 他真的假裝年輕人 他真的假裝年輕人 從他媽媽開始已經是搞植物 對 搞植物 搞植物 條理農務 對 那我修正一下說話 那又馬就是一個很喜歡 條理農務的年輕人 那隻勞夫 對 那他就因為一次以外就爆炸 研究到所謂急功近尾少少 想令一些花蟲生之類 那他開了一塊 其實我不太明白什麼 其實類似是溫室的一個裝置 應該是生態系統 對 但是領一領 結果就有煙花體 爆炸 爆炸 就炸了他哥哥 麻煩了 嫂子就變成了植物人 然後整套戲裡面 看到那個嫂子是一個立體影像 對 最初我們是不知道的 以為他生一個 沒生生的人 對 那又馬結果 一半是想贖罪的心態 就為他哥哥 幫他一個賞船 想船 想殺下羅古 真的想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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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哥哥也是用了一個語言技巧 就是跟他說 你就成為我雙腳 因為是你令到我沒有雙腳 所以你就要成為我雙腳 當然他應該是一個 剛才我講過他一個 喜歡調理農務的年輕人 亦是血氣荒光的年輕人 所以想到戰艦 就成功地受到美式的引誘 結果他的心態 就越來越偏向了下羅古的那一邊 但是他之後見到他哥哥的時候 又被哥哥說服了 所以他就踏跪了下羅古他們 即是長頭草 對 但是在他探員下羅古之後 他就想想 又不是 好像這邊好賣一點 所以他又放下羅古出來 他是一個嚴重的 斯德哥摩爾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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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馬 那一隻 結果這個角色就 性格我覺得 不知道 你都說了 為什麼年輕人這樣 年輕人很容易受人影響 但是他也未免影響下羅古的歌詞 好像沒有自己主見 可以說是 所以最後他才有少少的主見 結局那一刻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這個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立場 是的 那你說一個小子成長 是不是他中間的理念 他不會對自己抱有的理念 理想 又懷疑其實是正常的 但是我覺得你作為一套作品的主角 你可不可以堅持自己的理念 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一個底線 你有一個懷疑是正常的 是 但是通常你會看得到 比較受歡迎的主角 他們就是可以堅持到這件事 是 這問題就是他每一次的信念 堅持的時間 在電影裡 五分鐘 應該是五過半小時 那他就堅持不到 因為他一開始 五過半小時 堅持的信念 杯麵性格 我就覺得有時候那個角色 就好像這樣說堅持不到 就變了有少少少沒有什麼性格 就好像隨著故事發展 要怎樣發展就怎樣變 那變成我自己也一般的角色 那他哥哥呢 你們對他哥哥有沒有什麼特別感想 我反而欣賞他哥哥 他整個理念都堅持了自己的看法 對喔 因為他的哥哥最後是 就是都叫做明白校學股那個做法 他最後在跟校學股打的那場 其實他留了手 對 他基本上救了他 但是他仍然是保持著這個地球軍政府的指揮官的身份 他仍然是向你出手 對 但是他就專門打什麼一些等你打死我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地球軍的軍官 其實他是做回一個軍官要保衛的一個角色的事 所以我反而欣賞他的哥哥 即是他的哥哥這個 有馬哥這個角色 其實反而是有些性格 相比是有馬 每個理念堅持不過半小時 真的有點嫌 那就除了有馬有馬哥哥 好像沒什麼重要的角色 有一個議會 對 只有議會 議會的人都說不出名字 12個阿伯在那裡 他有那個名字嗎 沒有 就是想說出名字 一來他沒有說過名字 二來有說過名字 你都不會記得 連拍劇本有些人都 神奇魔女 12個 你不要弄到第二套好不好 我回到你經常說的對白 你不要說聽眾不明白的事行不行 對 對 回到外衝來的有幾型 其實他是 原本就不是在術船裡面 他是另一個 重兵令氏 又是另一個作品出現的 即是原本的宇宙海賊下羅古 是沒有 舊版都沒有這個角色 他不是屬於船的成員 哦 即是他有這個角色在故事 但他就不是船員 對 他只是另一個海賊 叫做很出名的女海賊 我記得不是好像有一個作品 的宇宙女海賊 不是不是 他最主要出場應該是銀河鐵道999 哦 他就是一個海賊 對 其實也有穿梭的 整個下羅古 其實在舊狗 包括千年女王那些 都有穿插下羅古 對 他到處走來走去 萬能插 對 萬能插 因為之後 近年其實有兩套都是銀河鐵路的動畫 銀河鐵路物語 還有銀河鐵路物語 二 其實兩套的主角都叫做有幾學 他那家人的姓有幾 我便想其實有沒有什麼關係 算了 從本來的角色幾乎都一樣 他想不到第二個 想不到第二個星 不知道有幾個字撞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如果聽眾知道就真的有告訴我 對 有推薦說一下 其實銀河在裏面 除了洗澡之外 他是一個主要的戰鬥員 最好打是他 應該最好打 整隻男最好打 應該說肥仔是好打的 肥仔其實不好打 肥仔是火力不好打的 對 拿一些火力少年王來的 不要緊 一個男人不夠好打不要緊 最重要懂得拿工具 我覺得最好看是有幾型的戰鬥姿勢 有幾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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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有幾型的槍射過來 他避免他撿一型槍 死了人家 掃掉人家有二十個人 那人家眼界差 不是他有幾型 黑哥 這有點誇張 不是啊 觸手王看女兒 我擺明是看女兒的 另外其實剛才提到我肥仔 真的忘記了 他好像叫做也次郎 也太郎好像是 總之他算是一個上面的技術員 其實電影畫面也有酸他的樣子 有 有 很大的短片拍著他 不過我忘記了他的尾 只是說一句 這部電影裡面有名的角色其實真的不多 變成他難得有個名字 那時候是重要的 但我們忘記了 他主要是半個機械人 他有機械臂在那裡 另外就是肥仔一個 技術員和重火力 那氣氛又不是特別多 但是有些重點就是 阿盈被人倒閉 他就出來救阿盈 那莫公算是他最有用的一個場面 但他之後被人做低了 兩隻被人炸到躺下了 你說炸到躺下 其實那一刻我覺得他又有點像月光寶俠那一件事 幫著你走啦 然後整班人沒事的 誒 躺下裝死怎麼行 那一件事我覺得是 人物都差不多了吧 其實都沒有誰 有名字都數出來 有啊 頒部電腦 明美 中間的明美 明美和電腦其實是同一個 不是兩個 因為明美和電腦其實是有意識的 是不是真的電腦是高級人工智能電腦 明美就是控制他那個人 明美是第二 隔離我講到新版 不要講到新版 新版就是 不如敢於提一提 其實還有一個角色叫明美 明美就是他的戰艦裏 幫下樓複製 整個外星人那個 他真的是外星人 又不是整個外星人 他真的是外星人 那他就是 幫下樓複製應該算是控制著黑暗物質的釋放 只有他可以控制到的 那一個種族的宇宙人 死剩他一個 他就是一個對眼睛非常大的宇宙人 綠色的 是不是綠色有沒有記錯 綠色金頭髮 又是非常信任下樓複製的角色 但是他的手機 好像是下樓複製的朋友 即是他的朋友 直接變了一部電腦 是的 有意識他 整個意識之中 他都說 my friend my friend 就是這樣說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他有幾個剩下樓複製的玻璃杯 裝著一個 但是你說的朋友 都要提一提 因為有些聽眾 可能沒有看 就未必明白 其實因為在下樓複製 他回憶的氣氛裏 有一幕是說他還在做地球軍的軍官 他就是跟一個朋友一起作戰 那朋友就是研究科學那方面 就影響下樓複製的 好像應該是 他釋放黑物質 打地球的多一下 應該就是死了 不是 他是那時候不知道 他在一隻藍上面 其實那個時候 就想一下下樓複製 他和明美三個 就是要見武膠 現在觸手王就說 他應該就是沒有電腦 新霸就是這樣說 但是舊本是沒有死的 是 嗯 明白 那基本上有名的角色 我們都說了七七八八 是吧 那結局就不在這裡說 雖然都過了一個多月 但是都不說 沒有說 那大家有興趣 就是你現在進到戲院看 就沒可能 其實就買碟 買碟 那你說值不值得看 其實都OK 是值得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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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真的很出色 那你說純粹看特技 看畫面都值得挑戰 我覺得 我講過 如果你看回 以3D技術和2D技術來說 是值得看的 不過其實是用3D Low 2D 其實是 那為什麼 其實我才不明白 什麼是3D Low 2D 現在很多時候的電影 你是看到 它是一個平面 加一個立體的影子上去 一個平面的意思 就是背景 對 就是平面背景 再放一個立體的人 在上面 對 再在後面的畫面 加工一點點東西 就可以變成一個 好像很立體的空間 加工一點點東西 就是來做背景 擺設之類的 沒錯 其實可以鋼是一個 很厲害的 可以在概念上這樣想 你可以這樣看 你可以這樣看 你幾張紙動起來 把最後三張紙 前後 中間 後面就是背景 中間就是那些技術 最前面那張就是3D的人物 你看到3D電影就是這樣出來 還有一些光差 都會造成這些 是三個字 就是下落觀 就是這個方法 現在多數會這樣做 那你就覺得這個3D如何 你可屬這一方面 3D可以說它很漂亮 看它的皮膚質感 頭髮 怎樣擺動 基本上都很漂亮 這個是它人物的構造 對 但其實我真的覺得它玩得漂亮 但比我3D影響了 我看完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看完 我看著的時候 其實想看多次2D 對 我看著的時候想想 如果2D的話 可以看得多一點這個角色 就是看得人的角色 會比較好 其實這一部分 我都講了一些技術 最主要是介紹一些人物 待會回來 不如我講一下感想 之類吧 好 好 待會回來 再繼續 愛動力之有馬轉